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独孤球剑 在今天大盘中场行是上扬做守候 那中场上扬51点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到极短波 虽然已经来到1-5-5的位置点 那但是由于巴法跟两架同步多方的一个状况之下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它有一个极短波的一个高点 还会注意一个向上取高 不过今天我们的标题直接跟大家讲到 明天大概率就是有很大的激励 直接先回再说 那极短线上面 我们现在日线格局上面 所看到的这条短线上面的一个多方轨道 我们可以去观察在接下来 明后天这个震荡回测的一个过程里面 可不可以在今天取高 量已经萎缩到1385亿元 那交代了一个极短波 分析量价背离的一个高点 那同时呢结构上面已经从市的一个位置点走了 向上一个五浪 那明天的震荡的一个重点是在于 实验波暂时没有 这个直接进入一个空方的掌控 它第九根K线的位置点 还在这个市所标示的隔壁的 那一根小红K 在两根K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来讲 才会开始去进行一个连续九天高扣的一个位置点 但是我认为所有投资朋友应该要去注意的是 日线图的一个格局已经来到了 那一二三四 然后第三波本身走扩延 然后第五波 大概已经整于第一波等浪的一个位置点 那您就要稍微开始注意 既然今天已经看到一个 Buff跟量价不同步的一个讯号 指数虽然短键上面 仍在扩延的新高代表 至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小五浪的波形 还一再也做一个相当扩延 但是这结构已经来到 第五波本身也走一个一二三四五 好那最后倒数这根三根K线 也已经来到了一二三四五 好等于这个盘四格局 已经来到了五支五支五的位阶 好那只等待一个比较明显的 好那一根K 而且这根K 必须去破这条极形的一个上升轨道 好那一破线的一个状况之下 好那我认为现在的策略 就非常的明确了 只要跌破极形上升轨道 好我认为就是基本空弹 要开始去进行一个 不空的一个动作 那什么时间要确认一个 比较明显的波段反转 好要去针对从低档上来的这条 好这个平行一个轨道来讲 好要有效的去进行一个 跌破的动作 好那才会去进行一个 直数才有这个转急杀 或者是说扩大这个碟式 正式去否定这个第五波 好转折的一个位置点 那后续观伐的重点在于 好那这一波的一个 呃涨势我们可以看到 呃台国的一个走势很明显的 跟大陆股市去进行一个 联系的一个动作 好但是 呃前一波我们去追踪到 类似这种震荡的转折来讲 呃以新加坡的A50的一个股指期货来讲 好它的一个呃这个流仓的口数 好已经来到98.6万口 好那98.6万口在每一次看到呢 就是倒数计时的一根 呃在新加坡A50 呃的一个指数来讲都是一个三个点 四个百分点以上的一个 长黑的一个震荡向下 好所以极短波在这个位置点已经累积了 好日KD指标持续还是背离的 好持续还是背离的 也分时也背离的 好那也已经来到了 好一之五之五之五的一个位置点 好这也是刘老师为什么提醒到说 我投资朋友随时去盯紧这个急行轨道 一跌破 好瞬间要去进场 去拉高空单 那甚至于这个原始上方轨道也很近 好可能要一瞬间就瞬间拉高 我们的一个不 呃避险布局空单的 呃这个警戒 好那 呃 后续持续观察 那也不排除关键性的一根长黑 直接看到了一个状况之下 你甚至于跟关键性的一场黑要 直接把这个空单拉高到三笔 好提供给 所有的投资朋友做参考 预祝大家在明天的时间点 交易顺利